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样给大家小解一下 它是一层一层的 那我要画一张这样的一个脸 上面有两个眼睛 一张嘴 那么这个脸 在一个涂层上面 嘴在一个涂层上面 两只眼睛也在一个涂层上面 那把这三个涂层合在一起呢 那我就构成了这样的一张脸 没鼻子有嘴有眼睛 这样的一张脸 很可爱的一张脸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很粗糙 但是确实让我们了解这个概念 因为图层跟选区 是这个PS最重要的两个基础概念之一 后面的通道跟蒙版 你可以不了解 但是图层跟选区 你是一定要了解的 OK 那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这样我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文件 新建 这个我默认的 740x483就可以了 OK 那我现在要画一张脸 我在这个选区这里 我首先新建一个图层 在这里 右下角这里 有一个这样的符号 创建新图层 这个跟新建页面 差不多的这样的符号 OK 我点一下它 然后我在选区这里 I'm工具 椭圆形选择工具 我按据Shift 画一个圆形 OK 这个时候我用 按住 Alt加Delete 我就填充了前景色 看到没有 这是前景色 这个样的一个这样子色 这样子色 这样子的颜色 OK 我再Ctrl加D 取消这个选区 这里的快递键 你记不住也没问题 我操作的会快一点 那后面呢 你可以去记 后面我讲选区的时候 你再去记录 没关系 OK 那我再新建一个图层 我在这个图层上面 注意 你看我当前选择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图层 OK 我画一个嘴 在这里 是吧 画一个嘴 我按Ctrl加Delete 填充后景色 这个蓝色的一张嘴 然后呢 再Ctrl加D 取消选区 OK 我把这个嘴移一下 移动一下 移动到这里 改变一下它的形状 把它变成这样 或者是这样 这样 这样一张嘴 然后我再新建一个图层 在这里按一下 然后呢 再画两个 圆形的 有点大笑眼 这个不好 一个一个来吧 然后再Ctrl加Delete 然后CtrlD 取消选区 这样呢 我又画了一个眼睛 然后按住Out 按住Out 在这个眼睛 鼠标左键这里 按住拖动 往右边拖动 又拖动了一个 另外一个眼睛 这样这一张脸 我们发现就把它 做出来了 是吧 然后我改一下名字 是吧 第一个 就把鼠标放在 这里点一下 这个大脸这里点一下 它就自动跳到 这个脸这个图层 然后眼睛 这里点一下 跳到眼镜这个图层 我可以一次改一下 这怎么改呢 在看我操作 在右边这个文字这里 图层的文字这里 双击 双击它改一下 我把这个改成 右眼睛吧 右左右的右 眼睛的眼 眼睛的睛 出称三 出称三是这个 是吧 改成 左眼睛 左护法 右护法 下面这个是嘴 然后最下面这个是脸 改完了之后 我们随时把这个输入法切换 因为在中文人输入法下面 是无法进行会计键的切换 是无法使用会计键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切换回英文状态 OK 那么我们把这 你看这个脸上面所有的这个元素 是吧 都出来了 都出来了 这样 那么 这时我能不能把它同时选中呢 可以的 我点一下这个脸 然后一个一个点 这样的 按住Ctrl 不是一个点 先点脸 然后再按住Ctrl 点嘴 点点眼睛 这样就可以把它全部选中 也可以怎么样呢 点上脸 然后 点 先点脸 然后再按Shift 再在眼睛这里点一下 这就全部被选中了 我可以把这些怎么样呢 新建个文件夹 就这代表这个 是一个脸的一个图层 是吧 新建文件夹 这样就成了一个组 这个组 就是 头 油 眼睛 油嘴 油脸 是吧 建成了这样的一个组 是吧 那我们看前面有个眼睛 眼睛是干嘛用的呢 每一个图层前面都有个眼睛 如果把这个眼睛 我在这个眼睛上面点一下 比如说在这个组上面 这个眼睛 把它关了 那就看不到了 实际上就是开和隐藏的一个作用 我再把它显示 再把每一个图层 是不是都可以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眼睛关了 是不是都没有了 这个 我把所有的这个都关了 就是后面变成 马赛克 马赛克就代表空白 什么也没有 这个图层 这大家一定要理解 我把这个眼睛再开了 这个背景就有了 默认的一个背景 那 把背景关了 就是马赛克了 这个大家什么都看不到 代表着什么都没有 我把这几个开了 开了之后 就是在什么都没有的 这样一个空白的一个地方 它有了这样一张脸 这是图层 是吧 那我这个图层呢 能不能锁定呢 我现在可以 你看啊 我现在 我现在这个脸 我可以移动 对不对 我能不能不让它移动呢 可以 是吧 这有一个锁头 点一下锁头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移动不了 移动不了 对 这也是对图层进行任何操作都不行了 但是我这嘴 这个图层没有锁定 我还可以移动它 这是PSCC2017新增功能 不用去选 先选图层 我直接可以在这个元素上面 点它 就可以选中当前图层 我还可以锁定什么 锁定像素 锁定透明像素 就是透明的地方 不对操作 这样在这个填充的时候 会有 会方便一点 还可以锁定图层像素 锁定位置等等 都可以锁定 大家自己去试 后面这个大锁头 就指的是 什么都锁定了 这个意思 跟那个CD 如果有CD的同学 这个差不多是类似的一个道理 OK 那这个图层 图层能不能复制呢 当然是可以复制 刚才我就简单演示了一下图层的复制 我在这个脸 我现在想复制一张脸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先选中这个脸的图层 然后按住out 键盘上面的out 然后怎么样呢 这样往旁边移动 按住鼠标左键 往旁边移动 在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是PSCC版本的新功能 就是它会跟圆图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在的一个物理位置 进行一个标识 你看啊 零点几零点几厘米 上下左右 这个横纵 横纵两个方面 方便的一个坐标 都可以给你标识出来 甚至呢 如果你是四个方向的 也可以 你看到没有 这四个方向的位置距离 好 放到这之后 松开鼠标左肩 再松开out 那么这样就复制了一个新的图层 在它左边 那能不能删除呢 我在图层这里点一下 然后按一下键盘的delete 还可以怎么样呢 拖动它到下面有个垃圾桶 到垃圾桶这里 OK 这样它就被删除了 那么能不能在原始位置复制一个呢 可以在图层面板这里 点这个 然后按住out键 然后呢 按住鼠标左键 向上拖动 松开 再松开out键 发现我们在原始位置就复制了一个脸 你看我移动一下它 这个 移动一下它 是吧 再返回 这个脸是在原始 这样是在原始位置复制的 那能不能剪切呢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可以 可以把它怎么样呢 复制 然后再删除 然后 还可以怎么样呢 复制到别的文件里 可不可以 比如说像把这张脸 我把它全部选中 这个 然后怎么样呢 这个 在这里 我再演示一遍 大家可能没看清 把它全部选中之后 然后拖动 拖动 拖动到哪里呢 上面这个里面 美女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拖动到这 看行不行 松开鼠标左键 可以 这时候我们发现 这个组整个就被拖动进来了 是不是 这个有鼻子有眼的 这个是吧 有眼睛有嘴有脸 没鼻子的 这个图呢 这样 就被整体拖动到这里来了 是吧 是不是很好玩 拖动到美女这里面了 那OK 如果我不想让它在这个组里面了 可不可以 可以 我把这个 按住shift 把这四个图层选中 然后往外拖 往外 往它上面拖 没拖上去 这个比较多啊 我一个一个拖 这个 鼻小 稍微你得有点耐心 一个一个拖 往上 往上 这个稍微往上蹭一下 再蹭一下 一个一个来吧 这样它不让我一起来 实际上理论上是可以一起来的 我一个一个来 把它拖上去 然后把这个组 拖一下 把它拖到垃圾桶 这样 我尽量用这个鼠标来操作 尽量少用快捷键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一个一个搞 你看啊 这个经常会误操作 是不是 我能不能 这个我不需要改动它里面的元素了 那我这个时候 我能不能把它合并成一个组 可不可以呢 刚才是合并组里组 如果用组的话呢 它每一个还可以 就是说每一个还可以 再单独去改它 我再撤回两步 是吧 在每一个里面单独去改 那我能不能就是说 把它整起 我不需要改了 这样 当然也是可以的 我首先把这些全选 全选有几种方法 叫什么呢 Ctrl加E 我们试一下 Ctrl加E 这是我们发现 是不是所有的组 首先把这个组删掉 这所有的这个 你看 我再撤回一下 先把这个 把本件夹删掉 把这个全选 全选的话 按一下Ctrl加E 是不是所有的都合并了 这是右边这里 只变成一个层了 是吧 这是你在修改的时候 里面单独的元素 就修改不了了 你只能修改整体 那我们能不能既保留它 又这个 是不是 这个这个这个所有的 怎么办 我想想 这个其他块件 Ctrl加Shift 先把这个全选住 CtrlShift加E 是什么呢 这个不行 CtrlShift加E 是把所有的图层都合并了 这个是 合并所有的可见图层 如果我把这个 背景就关了 我这时候直接按照 CtrlShift加E 就是所有的被打开的图层 都合并了 那我能不能就是说 我单独把这些 这四个图层合并 然后保留它 又新建一个图层 可以 叫CtrlShift加Alt加E 这个时候你看 我又合并出来一个新图层 CtrlShift加Alt加E CtrlShift加Alt再加E 先把这几个选中 CtrlShift加Alt加E 再新合并出来一个图层E 我把这个图层E 再复制到美女这个图层E 大家可以看到 有多了这样的一个图层 是不是 但是这个图层里面 它就只有一张脸 带两个眼睛 一张嘴 它里面的元素是不能改 虽然是一样 那同样我这也是 我把它关了 这个当然我可以 把它移动到别的地方 大家比较一下就知道 我把它关了 可以开关 那这就是图层的一些概念 当然我们这里 图层还可以改其他 比如说这里有些选项 不透明度 我这里可以改一下 是吧 我改一下不透明度 这个大家会发现 它变虚了 是吧 变虚了 这里 我改成百分之百呢 也是一样的 下面有个填充 也是 跟这个不透明度呢 有联系 但也有区别 这里我不讲了 大家知道吧 这两个都是 变虚的一个过程吧 就是不透明度 通常我们使用不透明度 会多一些 这样不透明度 这样一个状态 那OK 那现在我们讲了 和图层的一些简单操作 就是说 怎么样 怎么样去 把这个图层是什么概念 图层的不透明度 那图层有没有一些混合模式呢 比如说我把这两个脸交叉一下 交叉一下 我们看这有一些模式 首先它默认是正常 我一次点一下 我点一下溶解 溶解没反应 这个正片叠底 是不是 我们发现 这两个中间的交叉就有了 这正片叠底 就是两个互相交叉 我们再试一下其他的 颜色加深 是不是 这交叉的部分 颜色加深 线性加深 这个变量 绿色 是吧 叠加 点光 是吧 等等 饱和度 这些模式呢 后面我们可能会用到 简单 这等等 我们用默认正常 如果用默认正常的呢 就是图层在上面 会覆盖下面 这样一个模式 所以图层模式呢 经常我们会 可能后面我会用到去改变 然后还有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图层 我在右边点一下 是修改它名字 比如说这个名字 我修改成笑脸 修改成不要脸吧 修改成不要脸 然后呢 我在左边 我在这里 点一下 它有一个混合选项 我们看一下 再来操作一件 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左边这里 预览图这里 双击鼠标左键 也可以点右键 混合选项 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些 一些选项 我们看能不能改一下 这个浮雕前面 这有一些立体效果 发现没有 等高线 纹理 你看到没有 这纹理 是不是 可以对它的纹理进行 一些改变 是吧 光泽度啊 这等等 是吧 都可以改变 这是啥 描边 是吧 描边 我可以描大一点边 是吧 这种啊 有些时候我们要切出一个这样的笑脸的时候 这个比较常用 是吧 呃 内阴影 是吧 可以让它内发光啊 内发光 是吧 内部发光 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可以让调一些参数 是吧 雅色 不透明度 这是什么大小 哎 你看到没有 这内发光呢 一个大小 是吧 光泽度啊 等等 颜色叠加 啊 渐变叠加 图案叠加 是吧 这都可以改成 它的一些图层的一些模式 投影 是吧 外发光啊 外发光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啊 在做这个 亮花效果图的时候 是吧 大小 可以看一下啊 这外发光的这个效果啊 OK 我点一下确定啊 那这个图层效果 我们看下面就出现了一个函数的一个图标 fx出现了这么多一个函数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点一下这个箭头 可以把它收起来 那这是一些图层的混合选项 我们可以去更改它啊 就改变它一些效果啊 相当于就是加了一个效果器吧 啊 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那我们除了这个 加这样的效果啊 我们能能再介绍一个快捷键啊 比如说 我在这里做了 下几个再说吧 那快捷键 这里不讲啊 不好意思啊 给大家留个悬念啊 那下面呢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有个叫 图层模板 图层蒙板 蒙板是干什么呢 这也比较难理解 有点啊 所以我们看它的符号在这儿啊 实际上就相当于什么呢 把周围的都遮住 留其中的一块啊 我在这个不要脸上面啊 加一个蒙板 加一个蒙板干什么呢 然后我用这个橡皮擦 啊这个简单演示一下啊 看到没有 这家橡皮擦的时候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一边就相当于删掉了 涂抹掉了 但是呢 它不是真正涂抹 我们看右边多了一个 这样的东西 它实际上是 加了一张 左边我让它不透明了 是吧 这样的一个纸 而右边还是透明了 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上面又盖印了一张啊 加了一张这样啊 不能说盖印又加了一张 这样的纸 我们对蒙板操作呢 呃 不会对原图造成影响啊 啊 删除图层蒙板啊 这个后面 有高级版的时候啊 我们再详细讲这个蒙板的一个概念啊 目前来讲的蒙板呢 呃 这这这 不是 呃 这个怎么说呢 暂时来讲啊 我们不需要聊太多啊 等到后面 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 我会再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蒙板啊 不要脸蒙板啊 OK 停用蒙板 删除蒙板啊 那这节课呢 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主要讲了一些 图层的基本操作啊 就是图层啊 图层是这个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下一个我们讲一下怎么样 就是这个选区啊 选区和这个一些其他的概念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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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